哈喽,大家好,我是饕贴 面粉以后别的只会蒸馒头或者烙馅饼了 赶紧试一试这个好吃又好看的毛毛虫花卷嘛 今天,饕贴就把毛毛虫花卷最简单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不喜欢吃饭的小孩也会抢着吃 首先,面盆里取300克普通面粉 加入两克酵母粉,一克小苏打 分次倒入155毫升提前打好的菠菜汁和芹菜汁 咱们来和下面 一边倒入一边用块的搅拌成面絮状 一直搅拌到面盆里没有多余的干面粉就可以了 下手将面絮团成光滑不沾水的面团 要做到面光、手光、盆光 放在面垫上好好地揉一揉 将面团里的面粉和水分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团好后盖上保鲜膜放在一旁松弛一会儿 大碗里另外取300克普通面粉 加入两克酵母粉、一克小苏打 用块的搅拌均匀 分次倒入155毫升的清水 咱们来和一个白色的面团 一边倒入一边用块的搅拌成面絮状 和白色面团的时候呢 水温要和绿色面团温度是一样的 要不然两个颜色面团醒发的时间就会不一样 下手团成光滑不沾熟的面团 然后放在面垫上好好地揉一揉 再搓成粗细菌的长面条 像这样搓长搓细就可以了 用刮板分成五个大小菌的面剂子 再搓成粗细菌的长面条放在一旁备用 绿色面团搓长条后呢 分成五个面剂子 搓成粗细菌的长面条 用家里的擀面杖擀成薄薄的大面饼 像这样擀大擀薄就可以了 咱们尽量地擀成长方形的样子 方便咱们下一步操作 白色面团呢 咱们也擀成和绿色面团一样大的薄面饼 将绿色面饼呢 放在白色面饼上面 对折起来后再压平整一些 用刀切成一厘米宽的长面条 记着千万别把折横处给切透了 然后揪起面条的一头拧成麻花的样子 用擀面杖将面头处呢擀薄 方便粘连 最后从一头卷起来 一直卷到另一头 咱们的花卷生体就做好了 不以后的功夫呢 就能做好满满的一大桌子 将做好了生坯 一次地摆放在蒸锅里 中间要留够空隙 盖上盖子后 醒发了原来的两倍大 醒发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后 上汽后蒸18分钟就能蒸熟了 揭开盖子一刻呢 看见是白白胖胖 非常的有食欲 喜欢的小伙伴 赶紧尝试吧 烤铁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哦朋友 点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